当一个人穷的时候你看不起他 等他有钱的时候 再求他已经没有用了 会看的人就是看他穷的时候 而不是看他富贵的时候 会交朋友 有的是交他没有出息的时候 而不是交他有出息的时候 当他有名有事 你去找他 他你都不理你 当他没有出息的时候 你给他三百块 他将来回你三个亿 大家好 那刚才大家看了这个视频 是不是觉得说的很有道理 对不对 实际上这样的 我觉得这种是没道理的 是我是觉得不认同的 虽然说他说的是很有道理 但是有时候很多大道理 他是并不是很实用 或者是很适用的 交朋友 我们在他穷的时候交朋友 当然我们说这个时候 才是真正的朋友 对不对 但是话说回来 我们并不是说 不要跟穷人交朋友 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尽量的跟富人 或者是成功人交朋友 为什么 因为我们人生有限 一个人他穷 他很可能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认 一个人穷 他也注定了他的认知不高 因为他见识的少 他经历的少 对不对 他的格局可能也不会太高 因为他毕竟 我们所谓的经历 见识格局 都是慢慢的 写起出来的 没有天生出来 就是很大的格局 那是圣人 一般情况下 我们都是通过自己的经历 例如说我们从低到高 慢慢的爬上去的时候 你就慢慢的见的越多 锻炼的越多 经历的越多 然后你才会 你的见识 你的才华 你的才能 你的能力 你的格局 你的眼界 对吧 你所锻炼出来的能力 也才会越来越高了 对不对 人都是逐渐的成长的 对不对 就算你出生在富裕的家庭 你也是慢慢的 学习出来的 对不对 实际上来说 当你一个人 他是穷的时候 他也注定了 他的眼界 他的思维 他的格局 就是不高 那么你跟他能学习到什么呢 实际上是学习不到什么的 而且就话说回来 就是说你 如果学习不了什么 你跟他交朋友 那么他就能帮你什么呢 对不对 当我们说交朋友 不一定是什么帮 是说 你要真正的 跟他学习到东西 这还是最重要的 而这个视频上说的 当你富人的时候 你就他都不理你了 你怎么跟他交朋友呢 实际上我们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个我不太认同 这种观点 人一定要找成功的 或者比你厉害的人 交朋友 因为只有这样 你才能跟他学习 对不对 他再厉害的人 他也需要帮他端茶倒水的 他也需要给他开车的 对不对 只要我能帮到他忙 只要我能诚心诚意的 虚心的向他学习 或者我都请他吃吃吃饭 对不对 虽然马云我请不到 但是比我厉害点的朋友 我还是能请得到的 对不对 我总是稍微比我厉害点的 或者是说 就算跟我同频的一个城市的 但是他做不同的行业 他可能有一些方面 是比我懂得到 比我看得好 对吧 我也可以多吃饭 都跟他学习 对不对 所以交朋友 当然是富的时候 交控好 对不对 因为当然你要 你要称得起 你请他吃饭 他要愿意才行 对不对 就是你想跟他插鞋 他愿意跟你插才行 是不是 所以你自己也有一点 一定的能力 对不对 一般我们交朋友来说 是同一层 或者是稍微比你好一点 就是够好 是不是 这样的话 你才会往上走 是不是 你老是教 你说穷的时候交 那么你老是教那些穷的朋友 你怎么知道 他以后一定有出息呢 你怎么知道 他的格局 他的眼界 就一定是对的呢 你整天 我们说物以类据 你人是会受别人影响的 如果你整天跟那些穷的 或者是格级很低的人 在一起 他的负能量 他难道不会影响你吗 他可能会把你拉低的 是不是 那你为什么不跟 比你厉害的 比你成功的 比你富有的人 交朋友呢 那是确定性呢 他已经富了 他已经成功了 是不是 而比你低的人 他有很可能是把你拉下水的 把你拖下来 你觉得应该是跟谁交朋友呢 是不是 所以有些东西 大家听起来很有道理 但是实质操作上来说 不一定是对的 这是我的看法 大家如果觉得认同我的看法的话 就点个赞 谢谢大家